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感情 涉及到一位連登的網友 他在連登出了一個報告 他就是這樣寫的 他就說他老婆在身材變好之後就離開了他 但現在就想跟他複合 這位連登的網友在連登出了一個報告 他的名字叫三十五歲處男 這位連登的網友說他自己是三十五歲 男人 他老婆33歲,女人 結婚三年時間 這段婚姻的關係一直以來都不錯 他都很愛他老婆 他老婆在2022年因為工作而陷入一個抑鬱的狀態 劉主就試圖用各種方法去支持他老婆 並且建議他老婆去健身房 或者做運動來減壓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有什麼想不通 不開心 做一下運動 分散一下注意力 叫做一些勢危都是好事來的 劉主就說自己在結婚之前 都是曾經有過一些抑鬱的經歷 而劉主就說健身這件事 就拯救了他 他老婆也是同意了 之後就一起去健身房 後來劉主因為工作量加重了 就沒有以前那麼頻繁去 但劉主也說盡力陪老婆 以前老婆是有點肉的 看見老婆身體有變化之後 老婆就開始經常去自己做健身房 而做健身房這件事 都是幫他老婆改善了抑鬱的問題 如果有朋友有這些問題 都不妨去做一下健身房 就說他老婆變得更加開朗 就見到他老婆變得很開心、生動 自己都開心的,見到老婆的改變 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老婆變得更加有自信 在床上都是更加主動的 不過過了一段時間 他老婆的自信心 就開始影響到大家的關係 他老婆開始去各種派對 和出去玩 到了不再做家務的地步 那沒有了,那要談的了 有一次就跟他老婆一齊去了一個公司的晚宴 看到他老婆和一個中年男人調情 哇,老婆真的搞不定 其實沒有了 這些一調情 心就可能不在你那裡了 其實就已經要分開了 那樓主也向他老婆 表達了幾次他的感受 但是他老婆都沒有理 幾次之後 他就坐下來跟他老婆說 就說 我覺得你因為一些新的自信心 和情緒 而是衝動行事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那樓主呢 就提議了 不如我們去婚姻婦道 結果呢 不去就由自可 一去就糟糕了 結果呢 就惹來了大禍了 那樓主就說是大禍了 但我覺得未必是壞事來的 那這樣呢 他女兒 就是他老婆 就說了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就譬如他老婆就說 我的人改變了之後 覺得 和這個老公一起 就是張咒的 其實是可以找到 比他老公更加好的人 沒有啊 你這樣一想就要離婚了 推他出門口 幫你老婆收拾東西 吵你老母 在扔東西出門口 找那個人 吵你老母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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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說真的 那這個八婆 即是不是八婆 即是他老婆 還說樓主沒有自信等等 就說這個女人以前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人 就說聽到他講這些說話真的很震驚 不是這樣沒有 那人是會變的 現在人家做了健身 多仔溝 就會開始想這些事情 是正常的 這個是人性來的 我不會說個個都是這樣 但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就是他擦一擦一擦 可能他沒得選 或者可能他滿足現狀 他就不會想那麼多 但當他發現 我做完健身 身形漂亮了 三十多歲 原來這麼多仔溝 外面的世界這麼大 原來你都不是對我很好 大把仔對我還好 車出車入 又請我吃東西 又這樣那樣 人家帶著錶有多少錢 那那些女兒在想什麼呢 就是在想這些 那男人都會 有些男人可能覺得 原來外面那麼多女 混的 嘩 你媽媽自己的老婆 那樣外面那麼多女 那些女兒那麼好 那人就是這樣 你一有這個心 就玩完了 這一段關係 就可以拜拜 那之後呢 他老婆 下個月 就立即申請離婚了 除了跟律師溝通之外 另外樓主就說 沒有再聽到他老婆的任何消息 那大家下個月就要上庭 律師就說很大機會就是沒有 分開了 不過幸運的是 沒有什麼 不是遺產 沒有什麼家產需要分 通常那些人一離婚就分身家 幸好呢 跟這個老婆 所謂 收入就差不多 唯一的共同資產 就是他們的聯名戶口 還有呢 幸好就沒有小朋友 那間屋就是樓主的老母 所以就不需要分給女兒 那樣 那樓主就說 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婚姻 會是這樣結束的 那是好事來的 認識個個 如果那個女人的心都不在你 是在這裡的 是嗎 你在這裡這樣死捏著 就只會帶綠帽 說真的 沒有意思 就是這些人 你有病的時候 陪他 鼓勵他做健身 到他好回來 做完健身形漂亮了 多兒子溝 就一腳踢開你 算了 就是這些 跟某一個女團的成員 做了明星 一腳踢開一條兒子 一腳造成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那些女人 不要要 找回來都沒有要 要送都沒有要 撿兩劑 你都扔掉了 這女人 說真的 那好 接著 他也是接受了這段婚姻結束 但誰知道 上個星期 這女兒 所謂老婆 前妻 前妻 打電話來哭著 跟樓主說 好後悔 這一切 不停道歉 就說 對不起 那些 樓主對於這件事 只是覺得失望 不是生氣 不是傷心 只是失望 對 樓主這個狀態是對的 這個女人很明顯就是 以為自己 哎呀 外面很多兒子 那些人都喜歡他 人家想吃你 那些人 那些老婆 真是娶你回去做老婆 那些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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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然後發現原來人家 原來人家 撿他兩人拿來射一下精 他就想不想通回來找你 那些老婆 不要想要 那些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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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喜歡出去玩就玩得飽 那些老婆 沒有人阻礙你 那時候 要離婚 那時候 那些老婆 趁你不起來 那些老婆 那些老婆 然後,劉主對這個女人覺得失望 離婚後,這女人沒有發過任何訊息 或者打過電話給她,完全是不理她 甚至乎不知道女人在哪裡 因為她就這樣離開了房子 劉主對那個女人說不能回頭 但女人不停發訊息給她 劉主的家人都支持她的決定 叫她不要退洋 不過,這個前外父外母 聽到離婚的消息都很震驚 叫她想清楚,想一想 現在你女兒這樣說 現在你女兒好有型,做完健身後 可能見到世界這麼大 外面屌你老母大了把兒子 還用甚麼樓主 就對了,屌你老母 分了她三十多歲,大把世界 35歲不是很老 找個二十多歲 屌你老母多有趣 還有沒有人管 屌你老母喜歡打PS5 就打PS5 喜歡早點睡 喜歡晚點睡 喜歡和朋友出去喝酒 回大陸打骨 屌你老母自己時間 屌你老母不需要理這些女人 借你一個人出去玩嗎 屌你老母 說真的 出去玩的東西 個個都懂的 出不出去的意思 屌你老母 不要說這些垃圾 這些女人 不能之所謂 說真的,男人如果要出去玩的話 屌你老母隨時可以玩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貪你不用錢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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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以為自己屌你老母 調高尼賣有寶 屌你老母 你老公和你有感情 才當你是寶 外面的人 屌你老母算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對我好 我老公陪我不起 屌你老母 那些人屌你老母 都想撿你 不要想到屌 不過算了 有些人是這樣 都好 現在的樓主叫脫爛了 找個個也行 喜歡單身的 玩到夠 吃到夠 甚麼都行 這個樓主也懂 大家要學一下 樓主就說 99.9%不會退讓 但如同他所說 不如同他所說 他可能只是鋪出來 想大家認同 或者想發洩一下 多謝大家看他的故事 沒有啊 我都認同 我覺得沒事 不要讓 對 有些網友可能經常都 跟所謂前女 被人欺負完一次又一次 跟著 女兒回來又接受 又原諒她 我以前有個舊朋友 都沒有聯絡 趁了 吵了 那個舊朋友 很可愛 那時候 那個女兒都跟他分手 當時 那個舊朋友 我叫他做阿K 阿K朋友 當時這位阿K朋友 他有個女兒 這位K朋友 他就是從事一些 體力勞動的工作 不是讀很多書 那些 那女兒就不知道讀 high deep 還是讀阿蘇 讀書 讀得多 那女兒 那女兒 經常看不起她 就說 你媽媽 那些體力勞動的工作 有什麼用 沒有意思 其實正常 趕到這些位置 就應該要打 然後推她的東西出門口 溝通不了 打她一鍋金 然後 你媽媽 把東西扔出門口 正常是這樣 但是我這個朋友 他就比較不知道 可能大愛之旅 他就沒有做這件事 他就跟那女兒說 我會改的 你媽媽 上進 然後那女兒 就 你媽媽 約其他兒子 去長洲過夜 那你說有沒有 吵 吵你媽媽 跟另一兒子 單獨去長洲過夜 吵你媽媽 吵你 這件事 沒有朋友 當然是跟另一兒子過夜 你知道那女兒多欣你 直氣壯嗎 那女兒你知不知道說什麼 那女兒說 吵你媽媽 你不怪我的 你自己吵你媽媽 沒有學歷 學歷低 我出去跟同層次的人玩 很正常 我跟那兒子出去長洲過夜 那兒子大學生 懂很多東西 然後說 然後我朋友 吵你媽媽很自卑 就覺得 沒有了 那女兒 應該出去跟那兒子 玩了一陣子 跟長洲大學生 玩了一陣子 不知是否被人玩厭 丟掉還是怎樣 就回來找我朋友 對 很厲害 然後 最厲害是什麼 最厲害是我的朋友 又接受 吵你媽媽 算了 人誰無歌 吵你媽媽 我都原諒他 吵你媽媽 聽到這件事 嘩 做了什麼 兄弟 你媽媽 怕沒有女兒 雖然我和那兄弟搶了 但其實我覺得他撿一撿 是可以混淆到女兒出去 他不用吵你媽媽 跟這些 嘖 對 那女兒又不是漂亮 我不是說什麼 我都很擅長雜食 但他那女兒 嘩 你恩挑鬼命 營養不良 被我吵都不吵 還要嘴吵你媽媽 嘴不知想怎樣 嘴不知想怎樣 是嗎 好吵地地 正常的華人 不是混合不成 刪到嘴吵你媽媽 好像那些黑妹 做什麼事啊 你吵我那份 不吵死我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混淆 這女兒 可能吵吵吵吵舒服 嘴這樣 可能吵吵吵 天生有家成 吵吵吵 吵吵吵 一齊回 原諒一齊回 然後呢 吵你媽媽 那女兒 嘩又認識到另一條兒子 又綠母 嘩 又來了 好像不夠半年 又來了 吵你媽媽 她又來了 又不知找了什麼兒子 又出去找了另一條兒子 應該是新兒子 另一條兒子 然後我的朋友很棒 那沒有了 那女兒應該真的打算分手 認識了另一個 真的打算分手 然後呢 然後我的朋友 我曾經是朋友 K朋友 K朋友 他呢 他呢 在IG那裏 鋪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 是那隻蟲鼠仔 我不能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迪士尼旗下 那隻蟲鼠仔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那隻蟲鼠仔 鋪了一隻蟲鼠仔的公仔 然後呢 就在下面IG那裏 寫了一個文章 那篇文章 大概就是說 其實發生過什麼事 我都不介意 只要你回來我身邊就好了 嘩 之後我立即截下那張圖 傳到群組裡 笑咎 嘩 這傢伙做什麼 屌你老母 是蟲仔 屌你老母 不要這樣 屌你老母 沒有見過女人嗎 屌你老母 即是你說 你招不得到這女兒偷食 你都可以欺騙自己 可能她有很多原因 可能覺得大家不合 可能我性格不好 所以跟我分手 但是 唉 屌你老母 你現在 這樣 喂 擺明有第二個 你都知道 還要不是一鑊 屌你老母 大大小小 加加上我所知 都幾鑊 嘩 你這樣都能忍到 還要在IG那裏公開帳 在那裏說 說什麼 發生過什麼事 不要緊 屌你老母 你回來就好了 那條女心想 屌你老母 這些兒子 嘩 嘩 我是那條女兒 嘩 嘩 嘩 你老母 真的不要搞這些事情 那條女兒都覺得不好意思 可能派六母派這麼多次 同一個人派這麼多次 都不太好意思 即是NTR這些 一獲半獲就算 你這麼多獲 是吧 沒有理由這樣 這件事就令到我都覺得 引以為戒 即是做人怎樣都好 綠母不怕戴 最重要是脫得快 你一留意到 那條女子 喂 屌你老母 不用說了 立即拜拜 不用多說 廢話少說 這些根本 沒有話說的 是不是 屌你 我又不明白 我又搞什麼 還說回來我身邊就好了 屌你 真的不怕戴 我真的聽到都覺得 嘩 師兄好 所以算 所以沒想到 所以大家網友 都學一下這個年燈仔 屌你老母 喂 他老婆這樣做 不行 拜拜 不用多說 是吧 離婚就來 雖然是他老婆主動來的 但這些女人 回來找你 都不要亂要 撿到 哭三聲 是吧 他不開心的時候 你陪他那麼耐性 又陪他走出低潮 當他走出低潮的時候 是吧 就好像某明星那樣 屌你一腳踢開一條仔 就是那個某明星 自己獨立歌手 屌你老母做了那麼多年 都搞不定 兒子陪他那麼耐性 有你有我那麼耐性 然後到他 屌你參加這個全民造星的時候 兒子一路陪著他 還做這個Fans Club的會長 然後到他紅了的時候 屌你老母 一腳造成 屌你老母 然後還要出首歌 接著來唱夠兒子 都算了 還要在訪問上屁傍拖 這些全家產 就是這些女人 Exactly就是這些女人 所以為何我這麼耐性 是有原因的 屌你老母 臭HIGH RING仔 我就這麼耐性 所以 今集 講到這裡 都沒什麼特別 嘩 這麼耐性都17分鐘 刺人 講到這裡 只要教大家喜歡我節目 訂閱和訂閱和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拜拜